我們曾經有看過 有人摔太陽眼鏡的 沒想到還有人要摔麥克風的 麥克風倒是第一次 對,飛出去來 而且他在去撿 跟等待他爬起來的路上 他都有戲哦 對 撿... 撿完 超棒的 你現在看起來像安排好的一個 撿完回來還撞到那個 彭忽 而且他還可以穩定 你把它撞完 這個穩定性夠 對 真的 很抱歉 謝謝 真的要感謝民視 讓他八點檔訓練得這麼穩 來,你首先請人到的是 林隆倩老師,請 我覺得 燦哥給我感覺就是 非常有舞台魅力 就是我覺得 有一種非常吸引人的魔力 有點像張國榮 張國榮那種 有一點點 陰柔 斯文 美感 再加上你的聲線 其實很溫暖 我覺得這整個的歌 跟你來說是選的相當好的歌曲 但是因為呢 這個歌呢 類似這種叫穿越距離的這種歌曲 所以穿越距離的這種歌曲 它不是那麼的深入 它有點點迷幻 這迷幻的情歌要怎麼唱 我的建議是要唱淡一點 唱輕一點 所以我剛剛覺得你在唱的時候 普遍來說都是要重 如果我們說你的重音 整個唱歌的力度在八分 你是很有那個 你也單聽也還不錯 你八分其實我覺得 你應該降到大概六分就好了 會讓這個歌 比較有一點點距離感 這個距離感 美感就會出來 然後再來 如果是你要唱輕一點 那個情況下 你還是要輕重音 因為我發現 你在處理這個輕重音 比較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你都會唱的 幾乎都是一樣的音量 比方說 迷迷糊糊睜開雙眼 那它就會變成是 迷迷糊糊睜開雙眼 醒來你一瞭無蹤影 的那個層次 細節就會出來 因為你現在唱歌 其實你的大輪廓 都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可能跟你演戲有關 你整個大輪廓 都可以處理得非常好 但是就是那個細節 我們要把它給做出來 那麼我相信你唱歌的部分 就會更進步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蘭瑪老師 尤其是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唱到那個《殘眠》 究竟有多少殘眠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覺得 有很殘眠的感覺 這一句唱真的很好聽 然後又帶一點氣音 這個我覺得這是你的 很大的一個優點 每一分鐘還成一年 我究竟沒有多少殘眠 只是我覺得有一個地方 我有一點疑問 就是比方說 我們忘了還有明天 通常唱國語比較不會 嗯...這麼多 聽起來好像就台語歌比較多 那種嗯...的音 國語來講的話 如果是唱嗯...真的是比較怪一點 在半夢半醒之間 在半夢半醒之間 我們忘了還有明天 嗯...的時候收起來 會比較清新的感覺 是... 忘了還有明天 嗯...的時候收起來會... 會比較清就不會... 忘了還有明天... 嗯... 就覺得有一點像台語歌 那我剛剛有仔細聽了一下 其實有的時候 老師他們有在... 登登... 就是有鼓聲有加強的時候 通常也是我們該要加強的地方 尤其是在副歌的地方 像我剛剛有聽到 似夢似真 這個地方的時候 老師有似真的地方有 咚咚兩下 比方說就可以這樣唱 似夢似真 這種就會感覺到層次會比較多 然後比較加強 然後也會感覺你那個時候好像 是真的還是假的 的那種感覺會再更強一點 給你建議 好 謝謝 謝謝 四位分數 莊振愷91.6 羅平是90.8 楊倩是92.6 所以王燦的話 我們看他的分數 到底能不能高過90.8的羅平 評審請給分 今天的表演過程有一些意外的插曲 但是臨危不亂的王燦 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91 小數點是多少 5 5 6 得到的分數是91.6分 謝謝 謝謝 四位比賽完了之後是羅平90.8 是最低分 羅平要掛一張黃牌 謝謝 接上一張黃牌 下桌要更努力了 好 我們今天在 限時 92.6的票箱 抽出一位幸運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你得到三千元獎金 謝謝 也謝謝今天明星組這麼賣力的演出 四位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